讲到像在成欲 但在这个成欲之中虽然知道是觉体 所以觉体要是明白诚实 它是一觉所成的 这里要在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你已经知道不是在背离觉体中在说的成欲 那你就知道觉醒现出的那个像 就是成中的种种现象 那个成中不是二 那是根本觉醒中的现象而已 但是在现象之中 还要在那另外一个角度 既然知道它能够现出成欲 所以在成欲之中 它就能够起成什么 起成一切根本的 它的本来的法则 规则律意 因为你在觉醒看到那个像 所以像不是多在后面的感受所想的 那个成也不是多在那个已经 已经唤起的种种那种执寿之中说成的 那只它知道它一定能够现一切像的像 那根本的能像一些法的亲民 能成就一切成中的根本的性中的作用 所以你站在这个作用之中 再说像时 你会明白一些像起之处 应该所具的在大觉体上的一切鬼则 清清楚楚 所以在这个鬼则中 你自然就知道它就是一觉体一大呈现 本来根本佛形一大呈现 呈现出虽然叫众生 但哪个众生不是大觉心底一大呈现的种种 庄严 那天台 天台中 所以天台讲一大 天台就像天台中 它这个一大之中 根本就是你大觉心体 你看到时 刚刚就讲说 你永得超过爱不爱尽 可是马上就告诉你 受用世界基于身心 这个根本就在这个上面 它一不住在超越爱不爱尽上 也不住在受用世界基于身心上 但是它二者都能圆明 那叫做中 所以在这二者圆明之中 它能够入种种圆起 出入种种圆起 那叫十二 在圆起之中 能够成就所有一切 世界 那叫百 那就是三论中的 中论 十二门论 百论 所以立中 那就在这个上面 体会那个三论 体会 而且中论跟十二门论 是龙树菩萨的 那个百论是龙树弟子 叫提婆 提婆的百论 这个应该知道 因为这个学院上这个 这个佛学院上课应该知道 提婆就叫做天 提婆翻译汉字 解释就是天 那为什么是他的弟子 决心献出作用 就是从绝入子觉中 在虽然在祖世上来讲 就是他能够呈现 如是信德之中的绝 那也献出子觉 对 三论中 就是讲的三论 那当然三论中的祖师 应该没错 是极藏 极藏 既然是极藏 就告诉你 刚刚是从天台之中献一大 那极就是从大事 一大之中的大事的作用 能够宣出就是极 所以那个叫极 极不从个大事的事 一个口 大事的根本性得宣出 那本来信中的德藏 宝藏 那叫极藏 德藏是什么像 三论 你在这上面 不断的思维 能够道理 你能够清楚 那个道理 就是论 都明白啊 光一个像在成语 你都知道 那个鬼则 鬼则像中就是如此 然后你当然能够成就一切法相 既然到三论 那当然就成就法相 那你能够担当一切法相 所以在法相之中 都可以立种种名 就是事而已 事心献前 为事而已啊 法相 就法相宗 所以法相宗 那当然要用中土 就东土来说法相宗 就是玄奘大事 他能够入种种身弦 然后在最后能够入法相时 他就是壮阔那个一大 就是根本为你明明白白 壮阔那个一大 所以壮阔那个一大 就是玄奘的杖 一个壮一个大 壮大 这名字 我只是故意把这个名字拆解 让大家体会 那个冥冥之间的 那种心性之中的呈现 既然这个法相 你当然能够清楚 那法相所现出处 那各有各的种种 它的一定有它的 种种作用 一定不失 它种种律仪嘛 那就律种 就清清楚楚它的律仪 你要是忘记 那是根本大学 心体的法相 法相现前处 那旧成种种执着流转 旧成种种执着流转 就败坏种种律仪嘛 形成种种 造作 会恶都能现前 那你明白那些 根本就是心性之中的呈现处呢 那就是律仪 所以那叫道宣 能够宣达 再说根本心性之中的出处 这就是律仲 那站在律仲 那这是我这样子拍的 我这样拍 没有那个谁一定这样拍的 我是这样子 大概也比较好解释一下 那律仲你明白那个律时 所以从你在这个律上面 你才能够真正担当 那个相在成欲呈现处嘛 那个担当处已经是什么 你就是根本明白大冤 这个根本大冤这个决体之中 它本来的性得的担当嘛 再讲这个担当时 就是菩萨历劫发心嘛 所以不但律都清楚了 当然你就能够起成历劫发心嘛 显守那一切成就之手 显守 所以显守中当然显守是用法杖 法师 法杖这个祖师 不是法杖法师 常常听的法杖法师 法杖这个祖师 当然他第一个显守中 叫杜顺和尚 杜顺 杜者是俗名 我这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为什么以前过去在 在那个时候 杜顺和尚还是用俗名 他也叫法顺 对吧 真正叫做法顺 为什么就留一个祖师 他带一个俗性在上面 杜顺 那显守之中 他就是能够入一切俗 他就是能入一切俗 所以那个俗字 他还从一个木 从一个土 木是长生意 土是能够担当运载意 他是心性之中的 本来的长顺 横顺的性德 所以叫杜顺 你要知道这个杜实就是法 那才是明白那个法 那是祖师 那你清楚这个象在成语时 你都能够清楚这样的作用 你站在这个象在成语时中 都明白就是作用 所以你在这个根本的菩萨恨中担当处 就是你心中根本一体圆明的 根本极尽处 那个一体圆明的极尽处 就是你现前的所有这些 愿力的成就处 那是禅宗 那是禅宗 禅宗都达摩 刚连法都讲的 那就是达摩 始于达摩 那中间那有很多 譬如为什么有五祖 那事实上还要是 真正要这样讲下去 可以开一堂课 那五祖跟名字都排得刚刚好 禅宗的祖师的名字 华言宗祖师的名字 你要把那祖师几个名字讲出来 都能够体会出来 大概你就知道 那个宗在讲什么 居然可以不可思议到这种 世间因缘 法界因缘就是如此 禅宗 那你在这个不二之中 才能够认识什么 能够担当一切二 能够呈现一切庄严 那净土宗 然后才能起成会员 那就是真正净土宗 然后宁宁之间 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上面 虽然长出这么多的 像在成语中的这种律仪 但这些律仪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在真正心体之中 不可说出 在方便所说的 所以方便说出 你还要在什么路 不可说出 那叫做密 那是真密 密宗 所以能够入到那个密 在不可说出 能够方便 能够处处宣说 那叫做入咒语 那才是真正叫做咒语 那才是真正持咒 心性中的明明白白 那叫咒力现前 但这个密 过去讲到唐密 我们现在都看到都是藏密 那是唐密 藏密有很多 也是唐密过去的 唐密 我们先讲唐密 唐密有开元三大事 开元 开元是在哪个皇帝 叫龙姬 世明叫正观 大决心体在唐 叫做 我讲过那个辟语吗 唐就是唐皇处 决心在唐皇处看到 大决心体 你必定能陷种种感觉处 但能陷种种感觉处 你不是剁在感觉所感觉的 就像刚刚讲的 不遗珠爱 但你明白受用 明白受用时 看清楚那些受用 看到那个凡情现前时 你都知道它原来都是 圣心陷前处 那叫真观 然后在真观当下 你当然就能够担当 成像的种种的开显 担当成像的开显 在成像之中 在立种种 原本叫开源 在立担当 就是开源 在这个开源之中 你要是背离了如是密 那开源从此以后就向下流转 再说开源就向下流转 所以开源的皇帝叫龙姬 你根本不要忘了 叫龙姬 叫李龙姬 为什么 就连世间上的皇帝名字 都给你排得好 你都要知道 你在这上面不能违背根本 你要违背根本 现出开源处就是乱世 就唐朝也就从开源之后 就慢慢慢慢 也就失去如是堂皇 就从繁华之中 反而败坏了繁华 决心在繁华处 处处繁星处 就是败坏决心的繁星 都是如此 所以这开源三大事 一个善无畏 他能够担当一切法 但心里面绝对不留下 任何在法上的种种造作 也不被任何法上的种种作用 之所迁留 这善无畏 所以能够现前看一切有 但是他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过 不可说中说一切的 所以他现前都是一切有中 他不会被一切有中 真正剁在如是说中去 也不会再坐在 不可说中断灭了一切有 这叫善无畏 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是金刚藏 就是你的金刚藏 所以你看你懂得善无畏时 就是你根本坚定 心中智慧的金刚的 根本的心中的智慧的礼遇 金刚藏 所以在这个金刚藏中 你看到是什么 法法不空 那是真正叫不空 要开源三大事 你心中开源也要这种三大事 你心中入这个密 也要入这个三大事 那个不空在哪里不空 一切法中不空 清清楚楚不空 在哪里说不空 在根本心中 大绝心体也不空 你不要在一切法中 忘记了大绝心体 所以你又躲在一个断灭 所以都叫不空 所以后面就说一下 有人说唐密好像到了唐朝就没有了 中国唐密过了唐朝就没有了 看不到了 现在留的都是 都是什么藏密 这不是分别 不是我今天是汉人 这个中国人 我就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我是华人 我就在为华人讲话 这个汉人 不能在这里面不能讲华人 中国人 因为藏人也是中国人 这个 只会是汉族 或者什么族在为汉族讲话 或者什么 不是这样的 在汉传 为藏传讲话 不是这样的 我在讲真正的 因为唐 我们汉传叫大法 唐密就是为你懂得 那像在成语时 你明白那个吕 你知道有密意在其中 但你知道那个密意时 它就能够什么 它就能够散在一切行为里 所以汉传佛教里面 它处处都有密意 所以汉传才是真正担当 唐密处 他一定要刻意立一个密 那反而就不密了 所以 后面不讲到不空吗 所以你也不能说唐密 灭了 你不可以讲他明 叫做不空 对吧 你也不能说 一定要有个名字 要唐密留在那里 图留一个名字 图留一个名字 所以叫不空 你不但不是图留一个名字 这不是 只是空留一个名字 它绝对不会空留一个名字而已 所以它既然不是空留一个名字 你也不用在名字上面 想要去寻觅它 但是它永远都一定 一定入在一切行为之中 那是唐密 是真的开源三大师 那是善无畏 那是金刚藏 那是真正叫不空 所以密则 真密 密就要讲真密 你要讲密就要讲真密 那你何必说还要见密 见密怎么叫真密了 真密你是不可以见的 你可以要讲一个密 有个线有个线 那才叫什么密呢 这叫弦 密就是真密 见都不可以见 那你还要想他说他灭了 唐密灭了 你自己不见而已 谁讲唐密灭了 那汉传佛教 你随学一讲都是入密 随念一法 都要你入大圣根本密 密尽 那才是真唐密 你抓着密都不见得是密 这个不是在排斥在抵触的 当然了我也是听到一些 一天到晚讲说 汉传佛教显宗不究竟 不是大法 我有磨磨磨磨叫才是大法 那老那也有故意发声 事实上是如此 你真要看到密 是处在一些行为里 那是密 所以你连我们汉教中的八宗 你都清楚时 你才会发现 举其一念都具足如十八宗 就具足如十八宗 你根本 你永远不可能想要多一宗 或少一宗 那根本齐心不圆满 就这次八宗了 你不必再立一个什么其他的什么宗啊 什么济宗 什么不宗啊 济宗 济宗是少一个字 济宗 上面还有一个字 不讲了 不必后面在妄力宗啊 济宗不是济宫的宗啊 不讲这个 都是我的骂人 那么怀疑的眼光 哪个济宗 圈济宗 圈济宗共的就是 我也讲了就知道 不讲了 所以这八宗 就不能够再忘说八宗 这是真正知道 像在陈玉石 心性之中的八宗 那是根本祖师在禅定力量中 那是根本古德留下的法脉的八宗 那是说上下二宗了 上是佛 下是众生 上什么是佛 上是明明白白 这要是决心 下你一定能够清清楚楚 大化就是众生相 当你站在决心看到你的众生相 就是你站在决心看到你所有的一切所觉 起经动念处 你在起经动念处都明白一切所觉处 在八宗就建立了 这里面的规矩 八宗清清楚楚 你就知道什么叫一大 什么叫绿 什么叫禅 就明明白白 所以你在哪里明白八宗 上下 二字上 上你不能够忘记 你根本的觉体 下你不能够不担当一切 现前的众生 种种起心动念 你要这样子如实上的体会 不要说八宗了 连那个今天在这个 原决经这一张讲的 这个威德自在菩萨章讲的 蛇魔他 三魔波提 缠纳你都明白 就是在这上下清清楚楚 八宗你都能清楚 你自然在这个上面 你不会违约他的种种的略一样 所以叫不犯 那是清净持虑 那持虑之中 你当然能够担当一切 本来你能够担当的怨恨 因为那就是大觉 本来他能够呈现的 那叫显守菩萨历节发行 那是一切成就之首 所以节叫做去力 你看到决心呈现处 那根本的剑刺成就处 什么叫剑刺成就 不要讲得太玄 镜子照射 啪就倒射了 可是仔细思维 镜子照射 献出色时 静体 静性 静照 这里面有很多剑刺项 仔细思维 我们现在心还太粗 还分别不出太多 仔细思维它有很多剑刺项 那这么多的剑刺项就是去力 那叫做节 那这个节是从哪里现的节 就是根本大觉 心体能够入一切友情时 所现的节叫菩萨历节 从觉到感受 你知道那个历节发行吗 那叫显守 那叫担当 所以你当然知道那一大 你当然就能够设一些众生 同归绝海 你当然就能够直下担当 在一切感受之中 你看到还是感受 但是似乎你在心中 已经帮他授记 他就是佛 法华 那不是就是法华吗 你已经知道他就是大绝体 所以法华经中 就是为一切众生授记成佛 你要说佛在帮你授记的 帮一切众生的 你要站在佛的角度 也能够帮一切众生授记成佛 那一切感受你就知道是佛 所以那叫明明白白 真的用的是汉传佛教 哪一个宗门不是 当下教行者归家的法门呢 哪个不是现前 就是能够立起成行为的 就当下能起行的作用呢 所以这把宗 讲到这把宗 只要略说 就体会像在成余 你不是像在成余 就蒙蒙的 就是那个像而已 因为知道像在成余 所以一切像中 所有的一切境界 一切历节 一切的种种智德 信德呈现 清清楚楚 你才能够明白像在成余 你才能够讲得出 像尔 你才能知道那是像 当你能够明白 知道那是像尔之时 你依旧看的是像 你依旧看的是成 但你还是能够凡夫 真的是着像说像 着成说成吗 不是 你从来不被语绝了 一体视觉 一体视觉 这方便说像 一体视觉 连这个绝都不必说 有个一体叫绝 一体视觉 这个话中已经告诉你 一体之中包含一切 作用 才叫一体了 不然多一个一体 两个字干嘛 多余 那一体就是告诉你 它能包容一切嘛 你一体就是告诉你 看到一切 变化不是吗 一体视觉 所以你那是心性之中 那也自然担当到 像在成语 如气中黄 这像气中黄 气 当然是有比喻 就像那个气中 那个黄是声音啊 你敲那个气名 只是那个黄是声出于外 是在外面 当一声 你敲到声音是在外的 不是在里面发声 声音是在外 也表示说 你要沉气 沉这个如是大气 大觉心体 能够随便沉种种气用 这个气 讲到这个气时 我是在文字之中 解释这个气 这个气 你必须马上就 跺在成像之中说的气 当然 它当然不离成像之中的 呈现那个气 但是成像之中 呈现的种种气用 哪个不是你根本心性 能沉就如是气用 所以才显出成像的气用 刚刚连成像你都明白了 像在成韵你都明白了 所以刚刚讲这个气时 你自然于胜于凡 你都要清楚了 在一在正你都要明白了 所以只在这个 成这个气时 似乎就要有成像了 就有成间 实在这个气时 似乎就有像 于是显出 如是气用当下 所以正在如是气用当下 似乎就好像 敲击如是气 你看到那个气用时 就好像击打那个气 意思就在心中 你明白那个气用 先前处 就如同我们 急那个气一样 伸出于外 所以一切的 音波震动 能够启动 法界是在外 你感觉的 那种法界是在外 你体会以为是外 不都是以为是外 其实那个外 不是还是 心中大决心体 绝外 绝外之时 还是决心呢 决心能决 决内决外 但决心从来非内非外 因为决心非内非外 所以才能够 让一切众生 明白什么是内 什么是外 决心如果是只是内 那不知道外 那你怎么知道 外 你不知道外 那又何分别于内 决心要是只是外 根本不知道内 那你早就随一切 成员早就流转了 那都是外 你决心 它根本超越一切内外 所以它才能够让一切 众生分明 辨别内外 这是汉传佛教的逻辑 所以不同于一般的 现在你看到那些 所以你当你明白时 那就如气中黄 身出于外 所以身出于外时 烦恼涅槃 不相留爱 身出于外 当下 你感觉到好像 它就有什么 它就有一个 违信 违信啊 就是相违的违 违信 牵动 牵动 牵神 当打到气用 好像信用跑出去 牵动那个神 违信 违信 牵神 为烦 就是烦 对吧 累热 挠心 为脑 累 累 非常累 累 热 心中觉得感受 非常 赤热 有那个感受 有感受就是热香 累热 挠心 挠心 挠是一个体 手旁一个 摇顺一趟 那个摇 挠心 为挠 你看到那个象 竟然明白了 刚刚你讲说 只是在气用当下 在气用当下 好像身出于外 所以在这个上面 你献出那个天神 那就是知道什么 决心中 就是如此嘛 因为大决心底 根本他不是哪个象嘛 因为他也不是哪个象 也不必历什么种种 什么样的神用嘛 他献出一切神用时 就好像有牵动处 就是决心献前处嘛 但是在一切决心献前处 在能够牵动处 就是根本大决心底 从来不动的清明处 那是涅槃 但在这个大波涅槃之中 就是能够献一切 根本烦恼处嘛 就牵神这些作用处嘛 你要忘记的涅槃 那个烦恼就成烦恼 你要明白那个涅槃是烦恼 不过明则而已 就是如此作用嘛 所以你在这上面 你都能够体会 在参加这个如是 起行动念时 他为什么会起行 那么多动念 随缘他起身动念 随缘起身 你就知道决心 他就是随缘 你不必压住那个动念 你要压住动念 将来你的决心还不绝了吗 你要知道那个动念 就是决心嘛 那根本就决心的欺民 你反而还要假借动念 你才能知道 那根本决体的不变 那才叫救路还家 我为什么明白 知道那么多动念 因为明白动念 那一定是不动嘛 所以我不能在不动中 找不动啊 怎么找 就像刚刚讲 在无常中找无常 在无我中找无我 怎么可能 无常中 就是让你知道 什么信常 那信常在哪里 真常在哪里 真常常在无常中 所以你要真正慢慢 体会那些心识 就是这样参的 那个真正叫 不相留爱 那为什么不相留爱 不是烦恼再也不留爱 我根本心中的 不变得亲民 也不是不变得亲民 不去障碍烦恼 都再也不是这样解释了 因为你搞不早就 超越这两个名字 不是在他们上面 说不留爱 你是在决心中 看到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当然不留爱 不是他们两个 不相障碍 是你根本不在上面 在他们名字上面 留下任何障碍 留下任何迹象 叫不留爱 还有涅槃吗 涅槃现前就是动念 还有动念吗 动念现前哪个就不是 哪个动念处 不是你根本心中亲民处 你就是我之前常常讲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 每天多采多姿 念头 繁星 感受 一直不断的变化 多采多姿 你能明白 多采多姿 是因为你的根本决心 从来不变 你要是变 你哪有多采多姿 所以将来更体会 原来多采多姿 是因为决心中的不变 因为不变 所以才能多采多姿 这才是不但符合 汉传佛教的精髓 也符合中国人老祖先的思维 不变随人 随人不变是佛教 那以不变 应万变是祖先说的 他才能应万变 这才是你才是在这个上面 你能够体会 那个大觉心体的作用 那叫做不相留爱 但是不相留爱处 这里面就要讲到清楚 你看得到他吗 当然看得到 你能清楚吗 清楚 什么叫烦恼涅槃 清楚 因为烦恼顾 我知道涅槃 因为涅槃顾 我知道烦恼 但你到底是住烦恼 还是住涅槃 都不住 那叫大波涅槃 因为你住的是原觉 你住的是决心 我觉得烦恼 觉得涅槃 你住哪一个 你觉得有住都是觉 你体会到 你一点点体会到如此 才知道什么叫禅挪 这不二限二 二而不二 那真的才是真正明明白白 那是能够入一切时间的 这个不二之中 能够担当一切时间限量 才能够真正深入一切时间万法 那叫大智现前 让你真正随着他变 你根本就不叫智慧 随着他变 就随他所舵 这必然如是 所以烦恼涅槃不相留 清清楚楚 变得内法极灭清安 你说那既然这样如此 何必经文之中再说内法 内者忠也 内法忠也 那忠在哪 你说那一切感受之中 有个忠 不是 所以这些文字都要讲清楚 你才能够 不是讲清楚 你要思维得清楚 什么是忠 你在一切感受处处不住忠 不住不是你决心没有了吧 决心都在吧 清楚吧 不住 你决心都清明时 你自己就体会什么叫做忠 那个忠啊 不是用任何语言去表达的 那是真正如人饮水 就在这个上面 极灭清安 烦恼涅槃清楚吧 清楚 在烦恼中你就明白有个涅槃吗 真正的涅槃 涅槃的那种念头都不必懂 何必还要 刚刚讲知心都不必有了 你还要立个知在涅槃 决体的根本涅槃 谁让你立知 知道有个涅槃吗 当然不需要你立知 因为觉醒能现一些感觉处 就是根本大觉体的涅槃处 大波涅槃处 但是他一定能够随人现感觉 随人现感觉时 在感觉之中 你就会知道有个念头叫涅槃 一定明白 你不会不明白 为什么 觉醒如实 但是你明白时 你是住在你所明那个涅槃吗 当然不是 你连会觉得涅槃都是你大波涅槃 不例如是名字的涅槃 所体会的种种涅槃 所以你看到烦恼涅槃时 你都能够清清楚楚时 你是根本不住在任何名字中 你也不是说还有一个内 还有一个中可住 你是根本决心朗现 什么叫朗现 你在这么多的角落的名字 这么多 讲了这么多 我自己都会觉得差一点舌头都会打结 会讲错 那你要真的心要定下来 那个朗现就是在这个上面 绝对丝毫不乱 清清楚楚 一些名相清楚 但是在决心上也朗然 也丝毫不住 这叫中 内发 这叫中 这次你只能自己体会 那就是中 那个中就是内发 你要在这个中时 才是决心真正朗现出 所以内发极灭清安 什么叫极灭 所以这里讲到极灭时 就要告诉你 佛门中的东西 既然又是大圣佛法 告诉你 你之间要有这种波罗蜜 这种智慧的思维 所以讲到极灭时 你就知道他一定能担当 烦恼涅槃清楚楚 极灭不是不清楚 极灭才是最清楚楚 那你清楚时 你确实根本不住 那是极灭 你要是根本不清楚 你说那叫极灭吗 那叫做被击毙的极 被灭掉的灭 极灭 内地常常讲 什么犯人啊 什么主旗手去 把他极灭了 那个极灭 主旗的极 那不是那个极灭 真的就是你能够担当 一切名字都在 为什么讲名字 那因为只是剩名字而已了 因为你都知道是决心了 决心名字都在 那你都清楚 那就是大决心体的作用 所以于一切的作用中 你根本不必回避 那是极灭 镜子献色时 镜子献出镜色 千变万化处 就是真进极灭处 你不要在千变万化后 找一个极灭 所以他才能够清安 他才能够担当一切 所以极灭也是 他能够担当一切处 那清安的当然就是 能够运在一切 运量于一切处 清除于一切处 那叫禅罗 所以禅字 我记得我在以前就讲过 禅字 中国字讲的 写的多好 就用一个试单 开示的试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在一切二中 你能够在一切千变万化里 那叫二 在一切二中 你能够照见 你能够体会 它从来不变的根本的信仪吗 听清楚 在一切二中 你要体会信仪 不是禅一切二中 你要体会信仪 所以当你体会信仪时 你常在二中 那你说以前我们也常在二中 不是吧 那怎么会就不叫参禅了 你哪有常在二中 我们虽然我们常常主二 我们已经暧昧于二 我们哪有主 我们叫主二 哪能够叫知二 你根本再黑就剁黑 再白你就剁白 再喜就剁喜 那你怎么叫做二呢 那明白这些二语呢 是明白那个一 谁叫试丹 也叫做禅 禅字 在中国词还有一个发音叫善 善位 善叫做举贤 他不是传给什么子嗣 叫世习 他不是世习 叫举贤 决心无所谓世习不世习 因为都是决心 但是什么时候献出决心来 因为他献前作用处 在眼叫健 在耳叫鼻 就是贤用 贤能 献用处 作用处 献用处 哪个不是决心表现处 叫举贤 叫善位 决体 在哪里看到它 举贤处 就是当下作用处 贤能处 所以叫善 所以讲到这些解释 讲到这个名字解释 就是让你知道 那叫内法极灭情安 那个指甲担当的根本心里面 你能够决心的贤处 你能够善其位处 那个心中根本看到 那个决体的根本狼献处 那个行者已经是命令之间 根本不违背如是决心处 但不违背如是决心处 他才能看到 如是举贤善位处 他才能够一而二 二而一 心中根本的亲民处 他是大担当处 那要清安 那你也不要想说 法师你讲的这个东西 好像 不是 凡夫的境界 好像不是我们这种境界 好像跟我们很遥远 谁说不是 你一直抓着凡夫的境界 你就在上面造作 造这个业力 当然不是 你要知道我这个凡夫境界 好像跟我很遥远 你都知道 决心在哪 就在这句话 举弦 这句话上 决心就在这句话上 当你明白决心就在这句话上 你的力量就不是放在这句话 你是看在决心的作用上 你要起 自心所起的自己的怀疑 疑心现前 疑惑现前 你都知道都是决 疑心那种祸着 那种迷闷 自灭 自消 自消 我讲过那个自消 自消不是你刻意让它消 你不是刻意让它断 那都不叫做自 像上次讲的 自尽其义 那个自是一样 那就要造作 那都不叫做自 你的明白故 它就自消 如是法故 如是先 如是法故 如是灭 它是自消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不是凡夫的境界 你让凡夫境界 你就锁在这个凡夫境界 你就锁在这句话上 你的决心 一直造成这句话 但是你照在这句话 你不看绝 你就看到这个照 所造处 就好像舞台 灯光打在舞台 你不看灯光 你看到舞台的前面的表演 因为灯光打到舞台 你再看到表演 所以你就会迷失在舞台前面 种种人事舞的表演处 决心也是一样 你在照在这句话上时 你不看到能照 你看到所照 你就随着这个所照之中 这不是凡夫的境界 你就在上面造业吧 你当然永远也找不到你的境界 因为你的决心就永远在这边造 但你就在这边造 不断生成处 你的决心也永远不是你流转的那种业力 那当然叫做不相留 连障碍他都能够超越 那是真正行者令你之间 在起行动力上 已经知道如何下手了 从什么他三魔波体到禅了 当你明白怎么就要下手 那个时候的妙觉随损 就是也不取景象了 也不取变化 那妙觉随损 在一切感受之中 那个变化当下 你就知道那是根本心中 从来不动的致敬 安静的敬 在根本不动的致敬 当下就是你现前能变化的 种种一切千变万化 种种的心中的担当亲民 海量的亲民 那你到底是住哪个 你根本不住哪个 那叫妙觉 妙觉随损 你根本不住在那上面 你明白那个作用 但你根本不住在那个上面 所以那叫妙觉随损 那这个随损呢 叫下合为随 不为为顺 不会违背叫做顺 所以经文之中 讲了很多随损 那么在每一个地方 讲法都要自己都要知道 有些不同 这边的随损 妙觉随损就是下合 什么叫下合 觉醒献出一些作用处 觉醒献一些绝处 就是下合处 但是在一切下合处 你根本不违背于世大决 你不但不违背如是决体 你也不必去回避任何决 也不违背任何的缘起 也叫不违 那为什么能够不违 是因为你明白决心 你才不违 你这心中根本不会在上面 再起造作嘛 叫不违 你要是根本不明白决心 是随意他起一念 你都告诉自己 哎呀 马上要收回来 要收回来 这个念头要收回来 你说到哪里 要收回来 你还在这边 不断互相在这边违逆 起一个念 不对了 刚刚收回来 刚开始修行都会这样的 起那个念 不对了 收回来 就算你能收回来 人天福报 将来就是人天福报而已 因为你收回来以后 你就在那边 真的收回来 不在念头中 就告诉自己是绝 就算你告诉自己是绝 但是突然在起一个念头 又是告诉我 收回来 都知道是绝 那个念头 你为什么不认它是绝 你认它就是绝就好了 你就不随那个念头的恶向流转 所以真的明白的人 是在念头起初 你根本不再起收回来 你还会有一个收回来的念 所以当下你还要猜 觉得收回来的是谁 你不要认为在后面 还真的有收回来的感觉 你不要再随这个声音 一直在自己心里面 不断地绞绕破坏障碍 当下当即一段 我不可能不起 我要收回来心中那种警惕 因为我是凡夫 但是我要猜的是什么 在凡夫猜的是圣道 所以当下虽然是凡夫 我知道他一定会有这个念头 但我要猜的是圣道 所以有这个念头时 我就要在这个 我要收回来上 我再不随 这句话再起造作 马上看要收回来的是谁 我连这句话要收回来的是谁 都能够清楚 看到决心的作用 那前面让我觉得有恶念 那将来你也能看得到 它是决心 你要明白还是决心 这样镜子先说镜色 镜是黑 你不要收回来 你要知道那黑是镜体就好了 你就不会随那个黑造作 你还有一个收回来 你告诉我 那就是镜子的作用 当你明白这镜子的作用时 你再看到黑黑也就明白是镜 所以凡夫 知道是凡夫 我们是凡夫 所以会有这种 这种一些行为是明白 一定会有的 但是凡夫我们为什么叫做凡 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凡 我们要向圣 所以在下面那一念的 所有的下面的下手处 就要跟一般凡夫不同 比方说因为我是凡夫 所以我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 我怎么能成圣 不可能 你在这上面念念之间不知道 当下就知道 因为知道凡夫 所以才能更激发你向圣的 就决定 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 你还在追逐 我是凡夫了 我就一定怎样 我一定流转了 我一定不能了 你再起这种念头 你是凡夫 比凡夫更凡夫的凡夫 你早就超越凡夫了 那比凡夫更凡夫的凡夫 那就凡夫上面写个三 是吧 还有写个N 还是写什么 这个很高兴 那个根本就不是凡夫 讲到凡夫的目的是要你知道 你自己知道向圣 知道自己是凡 所以现前的意义上都明白 再告诉你说 你不要再随着那个念头 在这个随他什么 要牵回来 在上面再造作 只是让你警惕 不是说你不会有这个念 一定会有 将来就算搞不好 你真的大车大乌 那个念头都会有 为什么 你会知道一切众生心 就是会这样 但是随他所衍生的一切念 一切心索 你同时都知道 就是一个绝字全收 一个大绝心中 直下担当 去体会 你能够这样慢慢体会 久而久之 心性转熟 你在自己的起心动念 都能够站在决心看起心动念 你站在决心看起心动念时 先有第一个功德 感受上的势力一定 清安 叫做极灭清安 感受上的势力清安 不是说你不知道感受 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 清楚 什么是黑 什么是白 清楚 什么是强 什么是弱 清楚 但这么清楚时 因为清楚 所以你从来不是 多强多弱 多大多小 再讲到决心的作用 是你天天在用 所以古人 这个佛说 你天天在用 你决心都是天天在用 你自己何必不认呢 你每天都在这样子用 所以他不是说 那根本不是你的东西 那都是本来我们天天在用的 本来心性就是 你觉得找不到时 那个决心都还在那里 我觉得我是凡夫 那个决心都不是这句 所以那真的叫做 妙觉随顺 这个妙觉 当然不是我前面讲的这些批语 那讲的妙觉 是真正是在蛇摸他三摩摩提清楚了 不只是只是在一些感受 感受那些都已经很粗的 你自己在连这个向圣的蛇摸他致敬 跟那些变化都不多了 那叫妙觉随顺 那是最维系的 那才是真的妙觉随顺 极灭境界 在这个极灭境界之中 这个为什么叫极灭境界 极灭境界不能再用过去的之间 因为极灭境界就好像真正找一个那种极灭的感觉 极灭境界是真正直下大担当处 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要用波罗蜜的智慧去思维 那极灭在哪里 就在骗起一切他处 感受一切他处 明白一切他处 你决心哪个不是一他起的 一他起既然是一他起 你何妨要避开他呢 那他在哪里就是一切起心动力处 就是起心动力处 但是一他起处 你要知道那谁一他起 是你决心必定能够随缘骗记处 决心一定能够随缘骗记 在骗记时你就感觉有他 所以你在依他中 在感受之中 你知道那个他 你根本不必回避他 所以那叫波罗蜜 你看到他就知道 那是决心的骗记 当你知道那是决心的随缘骗记时 你虽然讲的是依他 讲的是骗记 你心中体会的是原诚实 那你心中根本圆满的作用 不是吗 你就知道那个决 原决心中根本就是这样 能够成就一切法中 能够贯穿一切 所以讲到那个实 实有一个绵一个贯穿 贯穿一切的作用 不能贯穿一切 那怎么叫原呢 这原决他能够起心之 就有骗迹象 不但骗记还要讲个直 骗记直 为什么骗记直 直到是决 你连直字都不敢担当 直就是他镜子现黑之时 镜子就能够掌握一切黑的感觉 那个直叫直长 跟你那个直叫跺在直中 那怎么会一样呢 那怎么可能会一相同呢 执掌是你做得了主 当年那做得了主 所以就像华音经中讲的 是主妙言 你在任何的感受之中 你都知道你在怎么样 要剑刺执掌的 那叫做明白是主 你能够明白 那个是是主 是主妙言 就是你在任何的剑刺 作用当下 你都是做主的 你不是在每一个作用当下 你都是竹墨的 你在每一个作用当下 都是做主 作用 你刚刚跟你讲过 一个念头献前手 中间的插挪作用 你在这个插挪作用 你都明白那个做主像 你不是都是 都是剁在末少的那种 沉沦想 你都做主 你做主时 叫做施主 你明白那个施主 当你明白那个施主时 你就能够体会到 那个决心 能够感受到一切作用的 那个根本的 能随一些作用 能呈现一切作用的 根本的心中的亲民 那叫菩提萨多 所以为什么 施主妙言品 讲到世间主时 要讲到菩提萨多 要把菩提萨多 跟就是菩萨道 一切菩萨跟施主 又列在一起 你不明白施主 你还不知道 什么叫做菩提萨多 当你在施主之时 明白菩提萨多 在菩提萨多 当下就是知道 那个历节 的种种的作用 做主处 就是常常讲到菩提萨多 那就是你已经看到 如来现象了 心中已经知道 什么是诸佛地 什么是诸佛境界 所以华言经到第二品 就是如来现象品 所以这里面的极灭境界 是你直下 在决体上 那个担当那个境界 在那个极灭境界中 你自然就能够启程 能够骗迹 能够一塌 实人 那就是你根本明白 那个原成实处 你不能够担当一塌 那你就不叫波罗蜜 你不能够知道波罗蜜 你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波罗 波罗二字 智慧 智慧它就是能够 现一切作用 那片记 大照 现前 你忘记那个波罗蜜 那片记当然是流转 你能体会如事实 你就真的能体会 原来决心就是如此 三性就是如此 所以将来你真的如事实 你一样能够什么 能够随缘依他 就好像你真正知道 镜子时 你随时看到还是镜色 你何妨要避开镜色 你不能依他 你那时候讲依 那个依旧不是依赖的赖 那不是赖皮的赖 你看到那个依旧是知道证实 就刚刚讲的依正齐居 你明白那个依正齐居处 你才有机会知道 什么叫方便有余 才能够知道 什么叫做时报装业 才能够有机会证得长级光 将来你常住长级光时 你处处视线都在哪里 凡身同居处 因为决心哪个现前不是凡 镜子现前处就是镜色 哪个不是凡 镜色现前处方便说 镜体永远都在凡身同居 但这么多的解释 只是告诉你 他不过就全一镜体而已 全一镜性而 只是在那镜性上 你要在一切作用之中 你还要把它讲得圆满 不论说你只是讲到镜性 你连担当凡身的名字都不敢担当 入凡的凡中 你的名字你都不敢担当 你站在镜体 你当然就敢能够担当一切色 什么叫色担当 为什么 镜体担当色 我也知道就是镜色 你不敢担当色 表示你根本还不认得镜体 你不敢担当 什么叫做凡 表示你根本还不知道 什么叫决心 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圣 担当凡跟你流转在凡身 那个差别是 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 就担当凡处 就是你能看到 根本大决心体的 根本亲民处 所以你在那个亲民处 能担当凡处 你将来也会慢慢体会 什么叫方便有余处 当你能够体会方便有余处 就能震到 真正震到一心之中 就是如实现 时报庄严处 当你知道这一心 就是如实现 连一心都不必立 就是长济光处 所以你不懂得凡身 你也就没办法体会 将来你要是不切凡身同居 你也不能震得长济光 将来震得长济光 你也尝现一切 翻身同居处 所以那就是 决心就是如此 所以那种境界 叫极灭境界 所以讲到 讲越极灭境界 讲极灭 极怎么讲 灭怎么讲 太难讲 就讲一大堆名字 告诉你 就根本不住在名字中 但心里面 你能担当一切作用 一切心得 根本不住在如实作用中 但你却能够担当一切作用 一切境界 为什么能担当一切作用 一切境界 因为你在担当一切作用 一切境界时 你这个作用境界 却不能拿任何作用 或任何境界来量领 那叫极灭境界 那是真极灭境界 下课了 明天两堂 能不能把那个记字讲完 下次上课 就从编异菩萨开始说起 这样子 这样子虽然感觉到是在绕 一直不断绕 但绕的目的 只是让大家在文字上熟一点 在体会上熟一点 会浪费比较多的时间 应该大家 大宗法师应该不会觉得太绕吧 还稍微绕一点 还可以绕了 那就慢慢绕吧 大众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